外在系指隆安街复兴路这一长条的区块就是复兴公园 因为这一带都是社区大楼居住人口多 在活动中心前的公园就成了附近大人小孩油漆的地方 里头有溜滑梯、荡秋千还有大人的体建设施 不过因为空间规划的关系 为了让小孩长辈游玩休憩有更舒适安全的环境 接下来新北市政府也将进行大改造 复兴里的游乐设施除了好停车空间大 所以有时候临近的里民也会来这边游戏 所以也需要有一个休闲的空间 所以我跟廖医院我们研究了以后 拜托廖医院帮我们争取的一笔非常多的预算 来改造我们这三个区块 去年底的时候就大概开始讨论 希望说能够跟市政府争取经费 把我们复兴活动中心这一长廖 到我们的新台湖路这一段的公园 把它做一个改造 所以说原则上我们现在有三块的一个公园的这个场地 那原则上也会分三块的主题 那第一块就是我现在站的那一边 可以看得到因为数学的关系等等的 它空间的规划是非常难规划的 就东一块西一块 原则上我们现在下台的这一块 就会是我们的这个绿化的一个广场 复兴公园大改造要将沿线长条形的三大区块 分为三大主题规划 新北市原料鲜祥也特立到现场关心 而就目前的设计内容会将大人小孩的体健设施 及游乐设施做分割 并且再规划一处绿地广场 内长也希望尽快的施作 让里面有更完善的公园可以运动休闲 把所有的游戏体健还有休闲我们来区隔 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坐在这边 然后小朋友跑来跑去也会容易发生危险 因为廖育员他真的很热心 一讲了他就马上去帮我们争取到这一笔预算 将近一千万的预算 那我们会把整个地平重新改造 然后各个设施依照我们所需求的 依照预算我们先来设施 那中间的那一块 我们因为他设施空间规划比较方正 所以说我们游戏设施 都会移到中间那一块 那当然有一些既有的设施 我们会移过去 那也会增设几样里长建议的 那当然在后续有机会 更多经费的时候 我们也会来争取 把旧的游戏设施把它态换成 更好玩的游戏设施 那靠近我们新台湖的那一段 就是我们的体建设施 我们都会集中在那一个区块 总经费大约一千万左右 那预计今年九月的时候 如果说顺利绝标的话 那就会开始施工 那希望在年底或是明年初的时候 就会可以把它改造 一千万的经费将公园分为三大主题 有绿地儿童油气及体建设施区 预计今年底明年初就能够完工 这场惠林细子采访报道